今年休斯顿华商鸡帽联谊会顺利完成一项美食竞赛任务后 接着又在Central Market主流超市内的烹饪学校 成功地做了一次美食品尝大会 让来自台湾的四位厨师烹调出精致可口的料理 让当地主流宾客及乔包大快朵鱼大呼过瘾 今天为各位好朋友们准备两道台湾非常有名的料理 一个叫做生炒花枝根 这是在台湾台北的士林夜市非常受欢迎 里面用的就是花枝叫Cuttlefish 然后用红萝卜跟白萝卜还有高汤去熬煮的 然后最后加上台湾的乌醋 整个味道非常香而且非常美味 那另外一道呢这叫桂花炒虾仁 它是用五种蔬菜有青椒、红椒、黄椒 还有这个青椒、香菇等等 下去跟虾仁下去拌炒 炒起来有蔬果的甜味 还有香菇的脆感 当天下午四位台湾厨师已接近完成准备工作 找到的民众也热情的要求和大师傅合影 平常会安排在Central Market二楼的烹饪教室 使得当天楼上楼下热闹非凡 华商鸡帽联营会黄春兰会长则忙着招呼贵宾 找到了空档时间 赶快与四位厨师先拍一张合照留下纪念 这项活动采用一次收费 民众可以尽情享用四位厨师当天制作的所有料理 台湾高雄餐旅大学科主任途国成 当天以法国西餐与三杯鸡的融合 烹调出独特的中西风味料理 光是形容介绍的同时就已让人垂涎三尺 很高兴来到休斯顿 我是把法国菜西餐的部分 来结合台湾的三杯鸡 所以把它做成塔 所以它有三杯鸡的风味 有麻油的香 所以又有法国一口吃的风味 另外一个在台湾很流行的肉燥饭 把它升级成法国的蛋卷 加上松露 让它更加的丰富 又把乳蛋换成割蛋 让它整个层次又更多显现 同样在高雄餐旅大学任教的李牧生 为大家准备的是古早味米粉汤 带来台湾新竹名产的爽口米粉 今天带来的这一道产品 是古早味米粉汤 它最主要是用蛋酥跟芋头 还有汤圆下去熬制 它的味道来自荣芋的芋头香 还有鸡蛋的鸡蛋香 因为它透过炸的方式把蛋香凸显出来 然后加入我们台湾特有的油葱酥来提味 渐渐的当天购票进场的民众越来越多 使得前来品尝的中外韬客感到寸步难行 有些人索性暂定胃后就品头论足的开持起来 而来自太鲁阁精英酒店主厨黄其伟 带来的是剥皮辣椒鸡 为当天的菜单加了一点吃鸡口味 展现东部花莲的饮食特色 今天为那个西式顿的一些华侨 然后带来我们那个台湾的回南 剥皮辣椒鸡肉 那还有另外一道沙拉的话 就是利用我们回南花莲的那个红梨麦 然后做水果沙拉搭配了我们的胡麻酱 那口感会比较酥爽 然后搭上一些脆绿的蔬菜 然后吃起来会非常的开胃 那剥皮辣椒鸡的话 那可以就是喜欢吃辣的话 可以建议就是用我们的剥皮辣椒 很香很甜然后很脆 这次华商经贸联谊会黄春兰会长 透过三场美食活动 为台湾四位厨师与当地主厨及民众 做了一次实质交流 将两地美食文化特色 找到一个出口相互融合 并碰撞出更多烹调创意 也创造了双方未来更多的交流机会 那希望来这一次修盾呢 把台湾的美食跟西餐呢更能结合 让大家可以去吃到很方便的service的方式呢 第二个也把台湾的风味呢 加注在西餐的元素里面 可以吃各种fusion的味道